这次能弹一下上海滩 这首曲子的话 左手有新内容 就是之前没有接触过的 左手的弹法有差异 那我先从头到尾弹一点 感受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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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弹回来 是这样的 这个之外就是跳一个白线 再跳一个白线 然后再弹回来 然后它的节奏模式的话呢 是前四个都是半拍的 后两个是一拍的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这个样子 那既和弦的话 以此类推都是一样 是这样的 你看前三个都是空三个空两个 这种八度排音 然后跳一个白键 然后再跳一个白键 再弹回来 是这样 那EM的话也是这样 指法的话可以这么弹 像我一样 小指 二指 大拇指 这个可以换成第三指 也都可以的 这个是随意 我们之前在爱丽丝里面讲过 然后第二首 转过去 再弹回来 就这样 这个就是左手的模式 然后左手一共是两个模式 我刚才给示范的 都是一小节 一个和弦的情况 然后还有一小节 两个和弦的情况 两个和弦的情况 比如说 这个第一页的第三行 第二小节 DM和G 就是一小节两个和弦的情况下 就每一个和弦弹四个音符 这样 这是常用的八度排音 然后再跳一个白键 这个是DM 然后G 那这种一小节 在两个和弦的情况下 要均速的弹掉 一二三四 要这样的话 你别弹个 当当当当当 弹了就停了 别停啊 不能停的 停的话 那个中间就断掉了 一二三 米 手 拉 米 手 拉 遗憾 李响 李 尔 李 苏 牦 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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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不到位我用慢镜头弹一下 那上海滩呢就讲到这里 然后下一次的话呢 我们学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的话呢 左手模式跟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只要你念好这一首曲子 下一曲的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学起来会容易的很多 因为那个模式都差不多 那这次呢就到这里